花姐去找食 大家好,來到花姐去找食的時間 今天我機嫌巧合之下 來到這間餐廳 其實我都不太知道吃什麼 好像什麼都有 我待會可以給大家看 我就想給大家看這個拉麵 就是這碗蘭州拉麵 哇,很大碗 你看我的手 其實是這麼大 大過我的手和大過我的臉 但我覺得這碗很帥 就是師傅 不知道它能否跳繩 很大碗 你看我的臉 碗前面都已經 你看看 我的臉已經很大 大過我的臉 阿姐說要快點吃 麵都軟了 可以給大家看看多大碗麵 麵是這麼交叉多 整個麵這麼交叉多 我覺得很神奇 就是蘭州阿明酸菜魚 還有一隻煎蛋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有吃拉麵 真的有吃拉麵 但是阿明真是拉麵 當然說明拉麵 當然應該是淡拿 你別管它什麼顏色 蘭州和藥色 湯也不錯 它沒有 平時吃的酸菜魚 那種酸菜白胡椒味 但是很厲害 那些麻辣的辣油 它加了麻辣的辣油 大碗麵都不知道吃不吃得完 我已經是大食積的 如果連我都說吃不完 應該都很嚴重 還有這碗麵是9.5 再看看這 魚 不知道是不是雪藏 拿了一條新鮮的鮮鮮鮮鮮蚵 來給你做 但我覺得 沒有那些腥味 沒有那些雪味 我覺得已經是接受到 它不會只有那兩片魚 然後大碗麵 它的魚的份量也很多 但是我覺得酸菜味 不是很足夠 如果它是酸菜主義就應該沒有酸菜味 它的魚也不錯 但是拉麵真的很棒很彈 真的很彈 雖然我不會告訴你怎樣彈 但是我沒有理由在口裡咬 給你看在口裡怎樣彈 咬咬 但是很棒 看看可以撕給大家看 這樣 OK 其實它的彈性比你更彈 很難過你出去吃 拉麵 它跟粗拉麵一樣 彈牙 很有韌度 很棒 它這個辣 不知道是不是適合我 看到我講廣東話 不是他們的北方人 真的不是很辣 你看我不斷煮它的湯 都沒有在嘶嘶嘶嘶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吃麵 是喜歡喝湯的 而且吃拉麵的傳統 一定要煮 我告訴你 是蘭州 我用我日式吃拉麵的方法 要咬上去才過癮 你看它的麵多長 雪也咬不下 寶物尋龜底 找了一粒魚褲 不知道是私人繩的 還是 本身有的 很棒 有餡的魚褲 就是這隻呢 我就不會吃的 大哥 我將會 撕一下它的辣的東西出來 不會放進口 大哥 好了 北京北角 差不多吃完了 是不是到了 竟然 竟然差不多 KO得了 就是證明好吃 好吃的東西才會繼續吃 不好吃的 你吃兩碗已經飽了 但都真的挺飽 不要開玩笑 現在我還點了一杯鴛鴦 好了 吃到最後了 已經吃完了 你看看 嘩 嘩 那片蝦 K.O.了 是真的喝不完這個 太多了 這個就是他們 拉麵的菜單 原來可以選擇 我是刀剎 粗麵 毛麵 什麼麵 什麼麵 我剛才應該選擇 刀剎 我想它真的做了普通拉麵 就有這麼多的選擇 有少許刀剎 有少許刀剎 有多誇張 大家吃素的 可以選擇這個 素菜拉麵 下面這些就是 加料 加麵 加湯 加青菜 加雞蛋 加肉 我不知道是不是哥哥 知道我是拍攝 他就把雞蛋送給我 我不肯定 你平時有沒有叫 大家可以問一下 這個是另外一版 刀剎麵 刀剎麵 有這些 本來我都想點刀剎麵 但是本人又不吃牛 又不吃羊 我就不太確定 我應該叫什麼 或者下次可以試這個 小燈肉 或者炸醬麵 我剛才有想過炸醬麵 好了 今集花姐去找吃 就介紹到這裡 地址 所有東西 都給大家 希望大家 經過附近 或者有興趣 可以來試試 就是 麥麵 真的很大 大家可以來試試 究竟有多大 大家可以 跟下這些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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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一下我 最重要是 訂閱 訂閱 和讚 我 喜歡的可以留點留言 或者大家給點意見 想試什麼 叫我去做 白老鼠也可以 我已經吃給大家了 師傅一直在打 然後小燈 小燈 說到這裡 不說了 拜拜